台北市長選舉逼近 藍綠白三方各自出招搶票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員陳時中 30號公布主事決 幽親兒子操刀 以灰色區線和黑色圓點 及箭頭組成 標語 把事做好 四個醒目的大字 卻引來對手講完批評 陳時中部長 他的主事決設計 有一個把事做好 其實也就提醒民眾 他沒有把事做好 因為疫情沒有結束 就從指揮官的位置落跑 而且在疫情期間 說萬華是破口 但在選舉到了才說要疼惜 這有把事情做好嗎 蔣萬安活力全開 炮轟陳時中主事決設計 陳時中陣營則反槍對手粗鄙 我不評論這種 太過於粗鄙的評論 民黨動輒以我們抄襲 這樣的一個設定跟主題 那真的是讓人有點體笑皆非 我想也許他們也看到我們的策略跟文宣的作為 所以他們也爭相的想要跟風 前前就內湖交通問題與陳時中針鋒相對的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則認為 喜好各有不同 不必批評 可能每個人推出來的東西都會被批評 這很正常 自己覺得不錯的 自己只要提出來要去訴求 就是看市民的接受程度 我覺得不用去批評任何人 台北市選舉議題攻防 從內湖交通問題到主視覺設計 三人互相較勁 也讓選戰越來越精彩 華視新聞張正宣宗前梁洪志台北報導 我是林一文 想要關注體育的朋友們 記得收看五二動起來 然後還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趕快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趕快按讚